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外酥里嫩焦香美味的小酥肉 这个焦香我特地用了花椒的焦,因为有一股浓浓的香香的花椒味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我会建议用番薯粉,也就是地瓜粉或者木薯粉 因为这两种粉比较粘,这样榨出来的外皮会比较酥脆 我们先把花椒用小火炒香 炒香后的花椒我用机器把它打成粗颗粒 如果你没有这个机器,用擀面杖把它擀碎也可以 但是记住,要有粗颗粒不要打得太细了 我们先把里脊肉切成大约2寸长短 然后再横着切成1公分左右厚薄的片 再把这个肉片切成1公分左右宽窄的肉条 把切好的肉放在大容器里加入料酒 糖,我用的是棕色的糖,如果你用白糖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加姜末 现在来加花椒末,这个花椒末是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就可以 现在我们来加盐 然后加入番薯粉 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到没有干粉的颗粒 粉浆都全部均匀的粘在肉条上 因为在制作这些淀粉的时候方法不一样 所以它们的品质不会太一样 有的时候它的吸水量也不一样 如果你感觉到粉浆太稀了 肉条上的粉浆挂不住有点往下滴落 就要适当的加一点干粉 锅里头加油,油温中火预热到160度左右 把裹好面浆的肉条一根一根的放在油锅里 这个要有一点耐心一根一根的放 不然很容易粘在一起 然后要经常的搅动一下 以防它粘底 像这样有一点淡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我们让油温继续中火加热到180度 把炸过一遍的小酥肉加入油锅里 浮炸第二遍 这一遍比较容易焦 所以一定要注意搅动 颜色稍微变深一点 要立刻及时的起锅 它的余热还会使得它颜色变得更深一点 一定注意不要炸焦了 出锅以后趁热撒上炒香的花椒末 趁热撒上花椒末它比较容易粘在这个上头 如果喜欢的还可以撒一点葱花 这样我们外焦里嫩的小酥肉就做好了 这个最好趁热吃 没吃完的可以放在冰箱里保存 还可以下在汤里头或者火锅里头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逢年过节总是有这一道菜的 现在当然不一样 任何时候你想吃都可以做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时 road 阳 posted 宣传